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要再次分享Pokemon GO的辅助配件 247 Ketra 在上一支的介绍影片里 丹尼有帮大家分析出官方手环与新手环的差别 想必已经有许多玩家透过影片下方连结 进行订购了 对于总是缺乏游戏资源的玩家来说 这可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俗话说的好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嘿嘿 买起来 然而为何今天会再制作一支影片呢? 其实上次介绍了你丹尼已经把新手环247 Ketra 功能讲得非常的详细 但是厂商在试餐时有发现原先的点击器固定座不够完美 也为了提供给愿意购买的玩家更好的体验 直接把点击器固定座砍掉重链 精心设计更符合玩家需求 稳定性加操作方便 携带轻松的点击器安插固定座 因此就让丹尼带观众们来看看 产品配件升级前后的差异吧 原先的固定座是采取一个锡盘 配合卡榫来结合点击器使用 然而丹尼实测发现 不太容易安装上去 加上单一大锡盘粘得连紧 也会被黑色塑胶做挡住画面 有些不太方便 然而在升级之后的固定座材质 直接变成全透明 完全不会挡住玩家游戏体验的饰演 卡槽摸自行设计 在游戏画面的对位也变得轻松许多 至于吸盘的部分 从单一吸盘改为小型的双吸盘设计 也能提供更平稳的双吸力 且在拔除的时候更加轻松 就算玩家在团体战时使用的宝可梦 刚好用到单招与双招的搭配 想要中途更改点击器的位置 也变得更加容易哦 这里就是这一次点击器固定座升级的部分 接下来也要带玩家们操作一下 新版双吸盘点击座到底要如何使用 首先的话 在使用前玩家需要将手机萤幕保值清洁 可以使用清水或是酒精擦拭干净 避免表面有脏东西让底座不好附着 第二点虽然吸盘本身能够吸附萤幕 但是如果可以沾切取的水 可以更有效的提高表面的附着力 会让底座长期放置时更加稳定 第三点 再来就是如果玩家准备要睡觉或休息前 为了防止每小时够plus断线的话 记得先把连接247KTRA的线 使用在247的字样后 再放置点击器精准对位在游戏 GoPlus按钮上 怎样每小时自动断线时 就能够产生电压触及画面再次开启喔 当你要对准这个GoPlus的时候 你先把这个架子先放下来 把它放在 把它这个架子放下去之后 这个GoPlus的这个logo在这个中间 这个在外头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 可以让你一开始确定 当你把那点击器放下去的时候 会是正刚刚好点到正中间 第四点最后确认 点击器与萤幕之间没有缝隙 避免中空没有点到的情况发生 接下来就可以享受不间断 手环自动捕捉农资源的时光啰 这边也要补充说明一下 点击器连接会建议 跟mr字形朝反方向放置 如上图这样 于是厂商有额外说明 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点击方法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这次厂商改良了底座的设计 来提高购买玩家们使用上的便利性 虽然底座看起来是一个不欺人的小零件 却也能在247 KTRA整个商品套族中 扮演则让玩家24小时不间断 你关键不可或缺的地位 一个东西的好坏从小地方就能看清楚 那么你是否还没有购买 如此便利好用的新手环247 KTRA呢? 快点点击网址下方的链接 就能用丹尼的优惠价格购入 从此再也不用为游戏资源不够来烦恼 可以好好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啰